北京中轴县是首都的一张文化名片 地标中古楼是中轴县的起点 在中古楼附近的多个片区 近期先后启动了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虽然改造还没有完全完成 但这些胡同已经开始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这是一张拍摄于1901年的照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红墙黄瓦老黄城青砖辉瓦四合院 是北京老城的样子 而中古楼近邻地区最终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也延续了从前胡同和四合院的特征 以大片青灰色为主 同时也保留了平缓开阔的天际线 大部分的这个屋顶的样式 都以卷棚和硬山为主 其中咱们可以看到卷棚 大概占比65%左右 沿着这个古楼东大街的这个立面 可以看它整个沿线的这个商铺 其实是前店后居的一个这种污蔑形式样式 在此次改造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对此进行了一个 雾面形制的一个恢复 环境整治改造 拆除屋顶为建是第一步 从前古楼南侧俯视可见的 一些材质简陋 色彩突兀的采钢板雾面和红色水泥瓦 被传统铺装方式的雾面替代 颜色更趋和谐 周边餐饮行业屋顶上常见的油烟净化设备 也经过刷漆被隐藏 在街区风貌整体提升的同时 改造工程对居民和商户反映的一些民生问题 也进行了处理 特别是大街的建筑立面改造过程中 我们听取了一些居民和商户的意见 比如房底漏雨 低洼院落排水的问题 我们在此改造过程中一并进行了处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面 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有这条胡同 在改造之前的样貌的图示 在我身边这个墙面 之前是有三个箱体和四根引上过来 包括有杂乱的飞线 但是现实中可以看到 我身边这个墙面 所有这些箱体和引上管 还有杂乱的飞线 已经进行了一个拆除和隐藏化的处理 整个墙面显得更加干净 据了解 近东城区就预计隐藏大型箱体设备五台 小型墙地箱约162台 腾出了胡同的公共空间 同时通信线缆的梳理 以及各类标识标牌的整合工作 使周边的胡同 无论从鼓楼俯视还是走进观赏 环境都更干净有序 凤凰卫视 吉红营火刘家浩 北京报道